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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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性撒娇 胡闹惹你生气 你却不冷不热 是侧不尽 直到看着你陪我的可爱搭搭 我才会考虑离开那游戏 宇宙外有隐蔽 宇宙外有隐蔽 你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 半个宇宙的路径 都不足以阻挡我 我又无价可回忆般的伤感 你却又像太阳一样 趁月的温暖 穿越过几千万光年 只为被你爱着的感觉 我是微信追随星星的爱恋 你是飞过小星星的明年的危险 流浪过几千万光年 只为被你发现 永恒为我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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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我流言 希望你能保证 永恒为我流言 姐 我有点晚了 不用给我准备早餐了 小七 怎么样 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不太顺利 不过江小姐怎么会过来找我 你是方冷身边的人 你出了事我当然得关心 听说你被曝光是偷蓝宝石的凶手 这是我的事你不用担心 柴小姐你误会了 我担心的不是你而是方冷 我和她是被家里认定的情侣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是易容俱容 易损俱损 她身边的人出了事 我能不管吗 你们决定在一起了 不是我们决定 而是我们的身份决定 你也许不太清楚 我已经见过方冷的父亲 伯父对我非常满意 当然 方冷以前有很多女人 也许她现在也有 但我不介意她找个工具 派遣积物 我今天过来找你 是想请你帮方冷的 帮她什么 你是她的秘书 现在被爆出丑闻 方冷的形象受了眼泪也就算了 她把一个贼留在身边 你觉得公司会怎么议论 外人会怎么看她 我才不是贼 内可兰宝石头 我不是来指责你的 我只是来提醒 方冷和我跟你这种人 过得不一样 你可以犯错 可以被议论 但我跟她是随时被人拿着放大镜盯着的 别说我们自己犯错 就连身边的人出了事也会连累到我 你知道你偷这颗蓝宝石对方冷的影响有多大吗 就算是我犯错 那跟方冷有什么关系 我才不会把她扯进来好吗 你知道这个蓝宝石的项目有多大吗 项目没了 方冷的对手会怎么攻击她 这些你都清楚了 即便闹成这样 她还是把你留在身边 她为了你背了这么大的黑锅 你到现在还觉得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吗 你的意思是 让我离开公司对吗 如果你还关心方冷的话 好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还请柴小姐自己掂量掂量 你没事吧 丫头你没事吧 我先走了车姐 你 你干嘛呢 你来得正好 昨天是不是你最后离开的 是啊 怎么了 我放在位置上的数值报告 你动了没有 没有啊 我昨天晚上一直在这儿睡觉 什么我都没干 那就奇怪了 我来公司这么久 都没丢过东西 怎么偏偏你来了 就没了 自己做不出报告 也不能拿别人的 干嘛要拿你报告啊 还有 数值是什么呀 别装了 你可是有钱科的人 你连蓝宝石都敢偷 谁知道会不会偷别的东西啊 你 小七 她不是那个意思 她的意思是 你俩公为爱的剑 你就让她找了一下嘛 就是啊 大家都是同事 别伤了和气嘛 这是我的位置 凭什么让她找啊 你道歉 方总 小七她偷蓝宝石的事 被爆出来了 谁爆的 技术部的人追踪到了一家小网站 有可能是好事的记者挖出来的 但究竟是谁做的 还没查出来 事情已经发生了 查出来也是无体于事 小七知道了吗 应该知道了 也怪我 昨晚刚得到消息 小七这两天肯定没少受伪达 要不让小七先闭一闭 这几天肯定会有不少人 有我在谁敢动的 让人把帖子删了 以公司的名义 发出一份公告 说这件事情纯属谣言 把事情先压下去 放心 我会处理好 你说什么 我说你污蔑我偷东西 给我道歉 污蔑 你没偷蓝宝石吗 全公司都知道了 方总都让你停职了 别以为我会怕你 你不就是个外卖员吗 外卖员怎么了 你吃的饭不是外卖员送的吗 还有就算我是外卖员出身 那我一样是这里的员工 我一样有用 凭什么让我走啊 你 谁让你走了 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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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他说他的报告丢了 说是我拿的 我这次真没拿 要不你查监控就知道了 不用查了 昨天晚上是我跟你一起走的 我可以跟你作证 还有 蓝宝石的事 是我自己弄丢的 跟你没关系 还有问题吗 可 你闭嘴 你可以跟他道歉了 对不起 我不该误会你 我念在你时初犯 不追究你 但从今天开始 任何人都不许随便猜忌自己的同事 哪怕是他出身不好 学历不高 或者是任何条件都不许歧视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跟我来 帖子的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自己的问题 干嘛要告诉别人 再说了 告诉你有用吗 你帮我只会害了你自己 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 不过 谢谢你刚刚帮了我 以后 你还是不要跟我扯上关系了 你是我女朋友 你为什么不让我帮你呢 早就不是了 是你自己说的 以后都不需要我了 如果 我不是你女朋友 你还会帮我吗 我说我不需要你 不代表我们之间就结束了 你就这么想摆脱我吗 对你来说 我不过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啊 现在工具要跟你结束 还会有更好的人等着你啊 你不用这么认真了 你是想离开我吗 我帮你治病 你不用 我当你秘书 你停职 好像出了惹麻烦 我对你一点用都没 你把我留下来 也不过是为了一个约定而已 现在约定解除了 我们都自由了 我不用亏酒 你也不用帮我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了 你给我听好了 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之前 你是不会有自由的 我们之间的约定也不会结束 你就是我的人 分手的事你想都别想 可我就是不想当你女朋友了 我要离开 我不养了 是因为方烈吗 我跟你分手 关方烈什么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方烈她早就知道帖子的事 那天她像天塌下来一样 从楼下跑过来 在大家面前公然地把你拉走 这是不关她的事了吗 你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求救的是她 第一个帮你的也是她 这就不关她的事了吗 你宁愿向她求救 一个字也不愿意跟我说 这就不关她的事了吗 对 我就是宁愿找方烈 起码 我不觉得欠了什么 出去 再见 董事长 姐 来得正好 我们要出去走走 一起吧 你看我急得连招呼都没有打 要不我先等会儿 等你们回来再说 不用了 看你这么着急 肯定是公司出了什么事啊 这两天 方总好像出了点问题 我来向您请示请示 她又怎么了 这 要不我还是出去吧 之前你不是说过 不让我插手方冷的事吗 行了行了 都是一家人 用不着这么避讳 说吧 董事长 您还记得 方总那个送外卖的女朋友吗 家里不点头 她算什么女朋友 她干嘛 前阵子 方总把她调进公司当秘书 也不知怎么了 她 好像偷了一个什么 项目样品 闹得整个项目都破产了 也连累方总啊 被人议论纷纷 今天在公司闹起来了 太不消化了 哎呀 好了好了 你别着急啊 你也是 方冷出事了 你在公司替她压着就行了 跑这儿来说有用吗 真是的 好了别生气了啊 她也是想帮方冷 就我帮了 可是以方总的个性 你也是知道的 她她不会把我放在眼里的 她还得你 给我立刻把她叫来 是 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之前我答应过小脸 不再为难方冷的 哎 你干嘛今天又跑到这儿来搅事啊 这次不是我搅事 是方冷自己啊 往坑里跳 再说 小脸那孩子说的话 你能当真吗 方冷拉不下来啊 小脸何时在中头 您找我 有什么想说的吗 应该早就有人跟你汇报了吧 您又何必再来问我呢 因为我还想给你个机会 当初你亲口答应我 不准再让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 闹上台面 可是现在呢 你是这么报答我的信任的吗 当我没有违反我们之间的约定 只是现在有人在污蔑小七 在我还没有替她洗清谣言之前 我是不会罢手的 我不管是不是谣言 你把这个女人弄到身边 当秘书 闹得沸沸扬扬 你把身份放哪儿了 就是因为我把她 放在那样的位置 她才会被那么多人攻击啊 我不想辜负您的信任 所以我一直没有承认我们的关系 小七她也一句怨言都没有 但我今天作为男人 她被那么多人攻击 您觉得我应该放任她一个人吗 像她这种女人 你本来就不应该跟她在一起 如果你继续不知收敛 为了她连公司都不顾 我不会再袖手旁观 那如果我答应让她走呢 我会把她调出秘书部 从今天开始 我保证她不会触犯到公司的 任何一件事情 这样您可以不动她吗 既然你已经意识到问题了 我就不会再为难你们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这个女人 你迟早要跟她断干净的 就算会有那么一天 我也希望是我们自己做决定 小七 小七 别说话 我正算账呢 别算了 方朗爹爹爹的工资 是业内最高 等于你送外卖的三倍 你不能辞职离开她 可我炒都跟她炒了 如果再回公司上班 那岂不是显得我一点尊严都没有吗 尊严 尊严是什么 能换钱花吗 能换帅哥吗 你那点尊严重要 还是享受地球上美好的生活重要啊 好像是钱比较重要 那就是了 江雪刺激你两句你就走了 这种成熟力 就算去了别的公司 就能有前途了吗 我要求你 必须留在F集团 其实我要走 跟江雪没关系 那是什么原因啊 就算没有江雪 或者是蓝宝石 那我跟她的关系也是假的 我们迟早要分开 而且 我怕拖得越久 我就越舍不得她 反正我不能跟她再纠缠 那我就必须得离开她 这陈晓琪不是呆小说的吗 肯定是出什么问题了 她在密书病毒室 但是待得好好的 怎么被调走了呢 关于总裁秘书室人员调遣的通知 总裁秘书 原总裁秘书柴小琪调的项目开发部 什么呀 谁让你把我调到方列的 来得正好 这是你的新上司 项目开发部总监方列 你可以带她走了 凭什么呀 哥 你先说 我给你打配合 谁让你不经我同意 去给我换工作的 我说我要留下来了吗 就是 小琪是个人 又不是物品 哪能您说扔就扔啊 你 从进公司 就跟我签了几年的劳动合同 你不留在这里 你想去哪儿 至于你 从进公司到现在 没有任何的工作成果 现在还加一条 不服从上级的安排 你信不信我 分分钟 可以把你调去工地 体验生活 不是 哥 我也没有什么反对的意思 就是 这事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 您总得问问小琪的意见吧 就是啊 你必须尊重我 我现在还不够尊重你吗 是谁说的 只要让方列帮你什么都可以 我现在成全你有问题吗 那也不代表 我要去他的部门吧 我不想见的人是你 凭什么不忠有辞职啊 就是啊 你凭什么 你要辞职啊 那你还不如去我部门呢 我不是不想跟你工作 行了 既然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这么安排了 你去方列那里 只要你不闯祸 我就给你加薪 奖金外算 可是我 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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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别算 差不多行了 行 哥我们走了啊 走 我刚刚是不是太没尊严了点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放弃我哥 但是你能来我部门工作 我还是很开心的 也是 反正我不想见到的人是他 要知道走就行了吧 以后 对啊 反正只要能赚钱 随便牺牲点什么别的 也是可以的 对吧 那我决定 以后呢 我要脱离人类的感情 我要追求尽情 一夜暴富 我们接下来干点什么 走 带你一夜暴富 要帮忙吗 不用 找到了 这是什么 你要的工作啊 这些呢 这些呢 就是咱们公司最紧急的策划案 一共 我也数不清多少 你就随便帮我签个名就行 可 我也就是个普通员工 帮你做这种决定不太好吧 要不你还是自己先看啊 我一看这个就头疼 我在公司也就挂个名而已 你看他嘛 没我不也一样转嘛 所以呢 你就随便帮我签个名 糊弄过去就得了 行 我知道了 这又是什么 我的签名啊 没事的时候多练练 以后啊 替我签名也方便 行 您放心吧 这是我来你部门的第一份工作 肯定会让你满意的 好说好说 去吧 来一把 这儿 服务员 好的 我听韩助理说 你有工作上的事情要找我 先生你的奶茶 不拿工作当幌子 能把方总您请出来吗 你们公司的事我听说了 最近应该很头疼吧 如果江小姐 只是纯粹想聊天 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朋友之间 在对方低落的时候 约出来聊聊天 不是很正常吗 你别告诉我 你连低落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有那么亲密吗 那方总有亲密的朋友吗 其实你跟我一样 从小到大都是班里学习最好 人缘最差的那个 好不容易毕了夜到了职场 却还是不懂如何接近别人 每次我累的时候就在想 要是能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就好了 所以啊 看到你们公司出了事 我也在想 他应该很需要人陪吧 有时候我似乎觉得 我们认识过 见过我吗 也许是我们太像了吧 毕竟出身 经历 甚至口味 江雪 今天谢谢你 朋友 下次我想喝一杯的时候 你再还我就好了 好 凤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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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肯定是内运了 疯恋 都签好了吗 文件 都签完了 不错 走了 去开项目会 可你都没看过呢 这样去能行吗 所以我才要带你去啊 有个自己人 挨骂也踏实点 再说了 你不是都看过了吗 走了 说得好像 有道理啊 说不清楚这个 方案到底 你有事 我也没想到 还是要是能考虑 来 什么情况 方总 走走 走走 今天的议题是 新项目开发部提交的 下一季度策划案 之前这几份策划 各位都已经看过了 首先是方烈总监提出的 香水开发项目 方总 这份策划案搞错了吧 之前不是已经被公司 毕掉了吗 对啊 对啊 这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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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 这份策划在初选的时候 就已经被否定了 方总监 怎么回事 我 我不知道啊 方总监 你怎么能随便 在一份废掉的策划案上签名呢 这 这不全乱套了吗 对啊 就是啊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你说 这怎么能这么做呢 这就太不像话了 这不全乱套了 够了 方总监 跟大家解释清楚 不是 哥 我刚来公司没多久 有些事情我也 在公司里只有同事 没有兄弟 凡事提交高层的策划 在会议记录都可以查询 难道你在工作的时候 就没有查询过记录吗 太忙了 是我 是我弄错的 方列 总监之前 让我整理文件 是我弄火了 就把必要的策划案 交给他了 不好意思啊 这怎么聘你来的 你怎么回事 一个员工 就把全公司的高层 耍得团团转 对啊 你以为公司 是你家后院的吗 到底怎么办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 公司还怎么运转 因为这个是 我们当时多少 就算你们说 你们不知情 那你在这上面签字 就等于说 方总监 已经同意了这份策划 你总得有个说法 说说看 我觉得吧 这个策划充满想法 很有很有艺术感 对 就是艺术 这 这艺术感很符合我的气质 方总 如果您把这份策划 交给我来做的话 我一定能把它做好 好 可以给你机会 方总 这怎么可以呢 之前的已经废掉了 还要再来一次 在一周之内 你最好来个最新的幸福方案 如果你通过了 今天的事物就既往不咎 但是如果你失败了 你就准备和你的员工一起降职吧 怎么能这么做呢 这不是糊稿吗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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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 没那么严重吧 大不了就降职嘛 你不知道 我哥说的降职 那是真的降职啊 以他那狠劲儿 咱俩绝对要被罚配到 工地上搬砖去了 搬砖 都怪我了 我错了 我错了 有了 你跟我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 哇 哇 哇 至于这么开心吗 你要是喜欢 我天天带你出来兜风 你不是说今天有策划案吗 怎么突然想着 带我出来兜风啊 策划案也没有必要 非得在公司做啊 我之前画画的时候 真是一个调香大师 嗯 我们先去找他考察考察 等看完了 再决定策划怎么写 有道理 没想到你平时不靠谱 做起事来还蛮认真的嘛 嗯 也就只有你这么相信我了 你说什么 我说 那个大师住在前面一个岛上 待会儿咱们还得坐船过去啊 没问题 喂 喂 韩助理 我跟小七去一个岛上考察一下 是 我知道了 方总 方烈带着小七出海了 说是 要去一个岛上做考察 出趟海而已 又不是小孩 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可我刚接到消息 台风已经在附近的岛上登陆了 不出意外 岛上的船可能已经全停了 停车 韩助理下车 让渡口准备船 我去接他们 方总 您会有危险的 而且很可能会下雨 万一您的失忆症发作 我不会让小七受到危险的 还有方烈 韩助理 他的定位怎么消失了 可能是因为天气阴烟 公司介绍部正在处理 那今天话 你确定那个大师他住这儿 我也就见过他几次 上次来我好像记得不是这儿啊 那现在怎么办 总不能把这整个林子都找一遍吧 可我 你才还好好的呢 怎么突然就起风了呢 要不 你先去那边那棵树躲一会儿 嗯 我再去找一找 待会儿回来接你 那你小心一点啊 嗯 去吧 我的天 还不回来啊 还不回来啊 冻死人了 还没信号啊 你不懂吗 嗯 把手给我啊 你怎么回来啊 不是 不是 你怎么回来找我啊 这里又冷又偏呢 你 因为我就是该死不担心你 嗯 为什么不好照顾我自己 我都把你让给他了 为什么你还不让我死心 为什么总是犯错 为什么每一刻都不让我放下心 就好像一根刺一样 扎得我心里好疼好疼 扎得我很难受 扎得我偷不过气来 信号器怎么 它不是毁了吗 怎么会在这儿呢 你在说什么 我终于找到你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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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儿了 我打听了好久才找到的 来 你干嘛 他刚把你甩了 你就这么没皮没脸的 往上倒贴啊 你不懂 他现在回身充满着 开不顿心球的香气 几位远道而来 来 快请进 这是工作节 里面是住所 客房啊只有一间 这位小姐要是不嫌弃的话 跟我女儿一起睡 我 我跟她一起睡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不行 我 我也跟我哥一起睡 那就一起睡 来嘛 来嘛 过来一起睡 快来睡觉 快点来嘛 我 那边去 好 喂 干嘛 奇怪 怎么一点感应都没有了 刚刚明明听到信号起来了 我 我 干嘛呀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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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干嘛呀 还不让人睡觉了 你可是我朋友 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啊 不行 走 睡回去 看 不 我不 别逼我动手方律 我死也不过去 走开 我的腰 我的腰 我 都给我闭嘴 谁说话用窗外去 谁说话用窗外去 我才能感应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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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故意的 不 你 你 我 我 你故意的不 你 早上好 我 我 我 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信号 是不是有特别的东西啊 比如说发着光的小芯片 是不是 小芯片 小芯片 你有没有看到 哪啊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 喂 吐了 好好说话 我就是想问问你身上是 就是你身身上是不是有一个小芯片 没有 怎么可能呢 明明听到了 你听到什么 信号啊 就是一种低频声波 你应该听不到 总之我确定那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在你身上 这就是你昨天大半夜脱我衣服的原因吗 你怎么知道的 你昨天说的那句话 我可以理解你了 我不会拒绝你主动 但是有时候 你不要太过分 明白吗 啊 我跟你说正事呢 怎么回事呢 到底哪儿出错了 你不是说要吃早餐吗 哎 这件事情十万火急比吃什么重要多了 下车吧 走吧走吧 下车下车快下车 我求你了下车下车啊 这里这里这里 快来快来快来 我们再把昨天的情况重现一遍呗 我没那么无聊 陪你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这不是无聊的游戏 这是我终于好不容易等来的一点感应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自己好不容易苦苦的等待 寻找的东西 终于有了一点信号 你是不会理解那种感受的 就像生活 重新充满了希望一样 你说 你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 太久了 我之前还把它当成了别的东西 为它我还骗了你 害了公司 甚至以为它没了 虽然说你不再拒绝我的责任了 可我还是觉得亏欠你 过去的事情我不会跟你洗脚了 我只看从现在 那太好了 那请你配合我一下好不好 你昨天在这儿到底说了什么呀 肯定是有一句触动的信号 你再说一次 小七 有些话是用来记住的 不是拿来开玩笑的 我没开玩笑 我是真的没听清楚你说什么吗 你真的不记得了 那你昨天为什么抱我 我抱你 那是因为 昨天风太大了 我有点冷 你再说一遍嘛 说一遍又不会少块肉 会 喂 放冷 你等等我你去哪儿啊 小七 他们俩买早餐去了 可是 今天不是有台风吗 暂时停了 你们可以四处走走 好 打扰您了 这些都是您做的吗 是的 你可以挑几款送朋友 一种淡淡的清香 很清爽 这是西西里成花 你很厉害啊 怎么闻着闻着 还有一种淡淡的苦香味 你猜我添加了什么 别沮丧 我可以给你点提示 是 不用了 是出具 你怎么知道 这个味道我做得很隐蔽 因为 这是一种爱情的味道 是 这里安全吗 我比你更在乎隐蔽性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非得见面说 有些东西 想跟江小姐分享一下 你已经攻入方冷的记忆库了 不仅有这些 还有录音 江小姐要不要听一下 不用了 合作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我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公布 现在好了 不管那个柴小七怎么闹的 只要我动一动手指 就能让他们之间的回忆 消失得干干净净 恐怕得让你失望了 这个暂时不行 什么意思 方冷已经把所有 关于柴小七的文件 叫了特殊全新保护 我能突破了前面这几层 但是后面那些部分 都是用核心技术 这恐怕得用方冷办公室的电脑 才能处理 这怎么可能 方冷的办公室 升级后要用指纹才能进行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没有 我花了那么多钱 你就给我一个复制的东西 你是在糊弄我吗 你要是不满意 随时可以换着 等等 你干嘛呀 我就是那天风太大 我没有听起来你说说我吗 风 风 是风是风是风 我想起来了是风是风 是风是风 是风是风 你能不能把车窗开一下 又想干嘛 你开得太惯了 我头有点晕 装不上那气 开一下我透透气吗 你看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